小開當時非常追 而且小開他當時家事非常棒 他老爸在香港是開電視台的 有電視台的股東 欸你知道 這個小開當時追他女朋友的時候 對於他管教多嚴你知道嗎 那個 對 因為我跟這個女的家裡 蠻熟的 所以有時候會在一起 就他不然去哪裡喔 喔 一直奪命追魂CALL 只要他出去哪裡一下 他就回家 回家 回家 不安的感覺就擔心他出了什麼 對啊 好像一去到那邊 這男的就是那種 馬上房子啊什麼就是這樣送嘛 對 然後而且 而且再出去是譬如說 先去加拿大滑雪 再到拉斯維加斯 再飛到夏威夷曬太陽 這種追法 對 而且他們自己還買飯店 哇靠 你說 欸 紐約服 但是你知道 但是你知道這個就是說 他們本來 結果後來你知道嗎 這個鬧了很大的 這個家庭的糾紛 而且是非常大的醜聞 因為介入家庭 對 可是後來他們也離了 就是這個小開跟他老婆離婚了 對 那但是呢 他沒有進去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人的媽媽非常的反對 而且媽媽講了一句很經典的話 就是 你一講出來 大家都知道是誰了 沒關係 我跟你講我的梗在後面嘛 是是 媽媽講那個經典的話 也許有人可以回味一下 媽媽講就是說 我們家只有這個媳婦 其他的我當作兒叫雞 照理說 這好明顯喔 對 大家都知道了嘛 明顯了 可是 為什麼 被一個孕女介入 龍美你知道是誰嗎 你知道嗎 你寫 你們知不知道 小燕 你知不知道 我好像有點忘記了 你們知不知道他被誰介入 台灣的嗎 我先跟你講 我先跟你講 香港的 這個男生 我只知道現在的是一個 模特兒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男 這個小公 這個公子個兒 非常喜歡跟台灣有淵源的女明星 你看他老婆台灣過去的 對 這個台灣過去的 後來介入的跟台灣也有關係 對 現在是台灣的模特兒嗎 我本來寫一下 是不是台灣 你寫嘛 這樣比較好玩 你寫 不…還是你寫 我寫 但是你先來寫一個字 看對不對 這樣好玩嘛 我寫 真的好豐富喔 我覺得做雞翼上真的很好 你還猜不出來 忘了… 那不對 這個是什麼 我就知道 喔 對 蛤 怎麼不可能啊 對啊 這個比較少人知道嘛 對不對 不會吧 這個我不知道 為什麼後來 他們沒有在一起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女生介入了 可是這個新聞沒有講出來 這個沒有講 比較少人知道 這個沒有人講出來 因為他們前面太複雜了 那不是也有男朋友嗎 你們怎麼結婚了 那個是後面的 那個是後面的 但那個時候就是 他們的關係 因為他跟前面的關係 太複雜了 而且搞到那個鄰居 已經太長了 搞到那樣子 後來這個就被人家忽略掉了 就很少人知道 好亂喔 為什麼他們後來沒有在一起 這個就爆出來 這個連連看可以連兩頁 這個等一下撕掉 再等一下這樣 所以我這個還算強棒 還會OK 還會OK 而且這個東西 是因為我後來有 我年紀比較晚輩 我也認識一些香港的晚輩朋友 香港晚輩朋友 就是香港的這個圈子 其實是傳很久的 對 就算事情過很久 他們還是告訴你 他當時太轟動了 因為他可以說是 過去那邊表現非常好的 對 對 很可惜 後來很可惜 我覺得 是的 聽完了之後呢 我們萬眾期待的 Round 3 來吧 你先 我要聽你的 好 我這個強棒 你先看他想什麼吧 這個Round 3這個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 為達目的 不擇手段的人 那當然 我們的強棒又要一一的出現了 第一就是我們的賣強棒 好 我剛剛講這個 因為你剛剛 可是這個title很猛喔 快… 來 這個我看 可能很少人會知道吧 但這個男藝人 現在是非常大咖的一個巨星 我寫一個字 因為這很危險 因為人家現在 人家這個要告是 訴訟 國際訴訟 不行 第幾個字 你不知道我管 Fu Fu一下 你Fu一下 因為你要 你要 你要成敗他的 你要聽的故事是後面 但是國際訴訟喔 當初他還沒有紅的時候 就是 一個女的大姐級的製片 就喜歡上他 應該類似包他 然後呢 幫他開電影啊什麼的 其實這個明星 當年沒有紅的時候 在那個電視台 沒有紅的時候 有三年的時間喔 他自己認為他長得很帥 可是沒有人發覺他 他自己站在電梯那邊 在電台裡面電梯那邊 去等高層來看他 你就知道他多可憐了 多可愛 那個電視台都是這樣子 一大堆明星 在沒有紅的時候 都沒有人理喔 對啊 他就常常在電 站在電梯那邊等著看 後來他終於看到他了 怎麼發覺呢 讓他去拍一個 選美的預告片 才出來的 好 我剛剛講 離題了一點 這個後來 有個大姐級的製片 就是類似 大的出品人包他 就是類似給他拍片 可是呢 因為這個大姐級的人 有老公 這個大姐的老公呢 因為他是爵士嘛 就找了人 黑道的人 把這個小生 當時小生 帶到一個陽台上去 然後叫他就說 你的事情我可以一筆勾銷 但是要 香港巨星被包養 慘遭羞辱眾人傻眼 乖乖牌女藝人 驚爆吃飯架 今天那個狀況是 我在吃飯的時候 吃一吃… 我旁邊帶我去的那個哥哥 他就在跟其他哥哥聊天 他就講說 哎呀 我告訴你啊 我昨天花了30 對 做了什麼事 就是 吃飯加 賠稅 在場加我總共有六個人 五個人是富商 那個女孩子 我想都想不到是她 什麼東西 什麼 你在剪什麼 來啦 賀菊姆 誰給你看 哇塞 真的 哇 嚇過了嗎 乖乖女星 表 完環見定環 這個後來有個大姐集的製片 就是類似大的出品人包她 就是類似給她拍片 可是呢 因為這個大姐集的人有老公 這個大姐的老公呢 因為她是爵士嘛 就找了人 黑道的人 把這個小生 當時小生 帶到一個陽台上去 然後叫她就是說 你的事情 我可以一筆勾銷 但是要吃 大便 所以當時傳過 就是說這個大明星 在當年的時候 為了這個事情擺平 不見報 不被大家知道 她吃過那個東西 啊 很大咖耶 有啦 那時候 報紙上登次她吃 不小心那個 食物中毒 多服安眠藥還是什麼的 送到醫院去洗胃 對 你講的這個事情 是我在聽香港一個朋友 就是一個電視台的那個總監 他們講的 當時要用這個小生的時候 其實因為當時 真的沒有發現她 可是反而是經過 吃屎的事件之後 她突然所有的戲都找她 紅了 所以他們就說 她是一個傳奇人物 是啊 就是說 踩到大便 就像踩到黃酒之間 對 踩到大便一定走運的嘛 狗死 狗死運一定的 所以當時是 因為為什麼她有一個 因為那個時候我香港朋友 就講說 在那麼多藝人什麼狗死運 戳頭天的就是指她 我說為什麼 她就講著這一段事情 對啊 對 講這段事情 踩到都不得了了 好棒吃喔 請補充 剛剛麥拉哥講的那個是 志倫以為是 另外一個前輩 我現在寫的是後輩 他這麼說 後輩 後輩也有吃屎 他剛才問我的時候說 是不是這個 我說哇 就是 還有誰吃屎 沒有 不是吃屎 就是麥拉哥剛剛講了 反正就是 就是女高層包對不對 不同的女高層 對 這個也很厲害 這也是國外的 但是我跟你講 但是我要講 這種訴訟也是很厲害 當然是國際訴訟 這個是 你要小心一點 我先講一個 不對 好 沒關係 這個也曾經被包過 對 然後還有 跟什麼 他先講哪些人 然後再講說被誰包 這個人怎麼了 也是 他們 也是一樣 也是一個大姐級的任務 反正他就是要 一定要 如果你要 比如說今天 小雄你要吼是不是 OK 沒問題 那你可能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嗎 就是 這就是 所以是同一個大 大姐 對 這個大姐是一個 電影集團的 老闆 這些人 那我跟你講 這種事情 從以前盤古開篇就有了 我跟你講 另外一個大姐 小心 大姐 這裡 我跟你講 這個大姐 這個是個電影王國大姐 從以前開始就開始了 誰啊 我剛剛以為你講的 這個不是 她年代跟我不一樣 台灣的這個 還不是演她的戲 都要那個 以前 所以被大姐包手 是一定要的嗎 這滿滿都是名字 對 她這個是另外一個